當然我們剛剛講 相信現在的AI熱 那從母公司來講 因為我們是走驗證的 所以我們就會不斷的 因為這樣來客製化一些 一些solution給客人 然後他們的demand也很明確 然後我們當然就是要 趁這個機會 把整個AI的這個驗證的solution 做到就是盡量的 就是盡量盡量完整 各位觀眾好 歡迎收看西島春秋人物志 我是主持人何志忠 今天很高興我們邀請到 宜特科技的董事長余維斌先生 來到現場 余董跟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打聲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宜特科技的宜維斌 好的董事長 我們今天有一些題目 想要跟董事長來聊聊 這個余董 我們知道說您出生工研院 然後在1994年的時候 創立了這個宜特科技 那是一個台灣半導體產業 這個快速發展的一個年代 那跟這個IC設計 製造或是封測比較不一樣的是 就是余董您選擇的一個 所謂驗證分析的這條路線 我想請教一下 余董您當初的考揚是什麼 在這個過程當中 創業的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碰到什麼樣的挑戰 好 這個蠻有意思的 我要先講一下 我們公司剛好今年是30年 所以非常有意義 非常有意義 那這個議題就觸動到 我在30年前創業的那樣的一個想法 其實那時候我在公民營的時候 就是在當下 那時候其實在這個 有一些晶片的驗證這個東西 有一些solution 事實上台灣是沒有的 你知道很多的東西的一些 是就是主要的還是在美國 是 是 是 有些設備或什麼東西的 那當下因為我在公民營的時候 那時候我剛好是那邊的 算發覺 leader 這樣的一個概念 剛好因為我本身 在那個時間點的時候 對這些是比較熟悉的 那時候蠻有趣的就是說 我不要講什麼公司啦 就是有些 那個 Dedown House 就是 那他們的老闆就跟我講說 這個對他們很重要 我常在講說有點像說 比如說有著什麼中風 那一根針插下去 可能就可以站起來 有這種感覺 那晶片裡面在做那chip的editor的時候 我們在直接用 顯微手術在晶片裡面去做處理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technology 其實在 在當下30年前 國內是沒有這種設備的 也沒有這樣的技術 那當下我覺得是說 那是一個可能是一個好的機會 那有一些留美的人 他在國外 他有享受到 感覺到 這個東西是好像還不錯的東西 因為他可以快速的就是 去驗證 那對客人來講 如果這個晶片是有問題的 那他是很緊張 阿滴人演習壓力是很大的 大家都希望他做出來的晶片是 performance 還有規格 所有東西都符合 但是 ink-s如果 這裡面有一些地方不符合的時候 其實 就會牽動到 等於是 你家公司能不能賣對不對 可能不能營收 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一個人出來 我就想 我覺得說 這個是 台灣是沒有的 然後我那時候我剛好 在 有發把paper 然後我一到那個 就是 主要是 矽谷那個地方去的時候 我也去 實際上去觀摩一下 就是 這樣的一個 這個東西 結果比較有趣的就是說 那個公司 國外的這樣的公司 就好像在車庫裡面 然後隨便弄兩台設備 然後就可以做生意 就可以做生意 其實我們 說實在 我們也沒有那麼多資金 但是 有一個印象就覺得是說 既然台灣沒有 然後呢 有幾個底當house的老闆又說 如果我們這個做的話 他可以 講一個比較 比較粗俗話什麼包養什麼 就開玩笑的 但是這個可能不是 很那個 他的意思就是 我就訂單幫你餵飽 我後來就出來了 出來以後覺得 發現他說 怎麼不是想像中這麼樣的 因為 比如說他的給你量 他是他很有需要 可是他的金面可能 開花出門沒有那麼多 你懂我意思嗎 他是一個重要的 可是他沒有那麼多 所以他給你委託 也不一定的有那麼多 然後那時候的想法就是說 那沒關係啊 先活著吧 總要先活下去 對不對 那時候面臨一個最大的困難點 就是說 以前那時候找人的時候 事實上是 什麼中國十八年的報 然後在後面 然後看燈 看燈 對 真采的 沒有什麼 對對對 都遇到困難了 我們都是沒有名氣 然後 人家 以為是科學園區的公司 那一看 哇 這是一個公寓 你知道意思嗎 就覺得 人家 我們也照常燈 可是 就沒有人 敢來 然後有時候就是 奇怪怎麼我們也燈了 雖然 不是特別的大 但是應該也是 那時候最好就是中國聯合嘛 就把它燈一燈這樣 雖然不是很大 但是應該也是可以吸引到一些 後來才知道說 他們一看到這個點 他就覺得說 這公司一定不行 然後就 就跑了 我都跑到那個路上去把人抓回來 時間到老 這個鬼鬼祟祟的 看起來有點像是 來面試什麼的 滿有趣的 路上抓人 然後 你說這痛不痛苦 其實是很痛苦的 這後來也 也讓我覺得說 我應該要好好善待員工 那當然後來就是 當然因為我走的路是對的 那所以這裡面其實 也幫客人解決很多的問題 那最後這些大家都 感情都很深 當然不是說我們一定 我們的Solution不是萬人的 但是對一些就是 關鍵的東西 事實上其實是還是蠻有用的 所以是用那個 像 像正就開玩笑 就是那樣的一個概念是這樣做 我切入點還算不錯啦 公司在 幾乎沒有辦憲政的情況之下 第10年公司就掛牌了 所以都是引以轉政治這樣 所以這個其實是 我個人覺得是還蠻自豪的 就是說 股東的投資報酬 我離開會是還不錯的 這個想請教一下余董 因為我們看到現在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就是非常的蓬勃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的 這個觀眾朋友解說一下說 這個驗證分析 在半導體這個產業 然後扮演一個 什麼樣子的 對一個角色 然後因為我相信這個 現在這個非常的火熱嘛 就是不管是手機 等等 請請余董跟我們說明一下說 現在這個階段 驗證分析扮演的角色大概是什麼 好的 簡單的講 我們的核心擺在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 想盡辦法各種用的Solution 第一種讓客人的研發速度加快 這個很重要吧 對不對 好低沉 對 就不管用什麼方式 讓它研發的速度加快一點 是 比如說它開發了有一點問題 那我們趕快 最快的時間之內能夠端出去 然後讓它可以晶片 因為晶片你知道越來越複雜 其實難免不管就算裡面有模擬 或者說它模擬出來以後 跟那個晶片裡面的晶片 實際上製作的時候有一些 不匹配啦等等之類的問題 你可以想像得到說 這些一點即使一點瑕疵 因為大家很挑剔 所以其實都有可能造成它的一個 開發速度很重 第二件事情就是什麼 核心就是擺在 我們要確保客人的品質 比如說客人這時候已經 規格都沒有問題了 可是呢 他說那你這個東西可以用多久 對不對 壽命嘛 像你比如說你就以汽車電子來講的時候 哎呦 那這個 不能開玩笑的啊 你不能說用個兩年就死了 三年就死了 那我的一台車開張爛爛爛就完蛋 類似這樣一個東西 當然不一定只有汽車 那有一些大的公司要求的更嚴格 有發能力這麼多的時候 這個對它來講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而且到最後一關 甚至於這個品質這邊來講就是 也能夠接受到這個所謂的 國際客人或者是它的 我是講大公司 小公司也是也都是一樣的概念 就是反正就是 它最後客人覺得去買單 那這我們在扮演的就是 各式各樣的東西 甚至於客人在 比如說還沒有開發之前 就要開始 對還沒有開發之前 這個東西 你都可以來研究一下我們叫 Cost Analysis 就是說 不是模仿的概念 就是說 別人的晶片 在哪裡投片 然後成本是多少 其實可以從過各種的分析 就大概可以做到所謂的知己知彼吧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它也可以來看看說 我會不會踩到別人的專利 對不對 我們在還沒有開始之前 都可以幫它做這個東西 那這個對客人來講 其實也都是重要的事情 那甚至於將來它量產的時候 如果它這個晶片有問題 所以問題就是可能退貨 或者是有瑕疵之類 或是已經在使用了 我們也都可以幫它分析 所以我們這裡扮演的角色 其實是從頭晶片的一開始研發 到晶片的這個所謂的品質 驗證 甚至壽命的確認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 其實是很重要的 就是尤其是業大的公司 他更希望找到就是說 他的客人相信的 就是說你先給我做 那他的中端客人都很大 他覺得這個公司是 做出來的這些東西報告 跟外面來講是安全的 那這個某種程度 你其實也是幫我們的客人 去推動 就是大家覺得是說 OK 你有一個partner 然後一起來走 然後你做出來所有的東西 那你的中端客人是買單的 而且是很信任的 那其實我們 其實某種程度也算是有點在推廣的 這樣的一個角度 但是這個只是助攻的概念是這樣子的 所以其實我們對於現在的晶片的開發 然後往下再走 怎麼走 大概是什麼東西 什麼樣的封裝 我們其實是 應該算是蠻清楚的 對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等於是說在這個研發階段 就是一特科技就已經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不管是現在各種各樣的應用的 國際大廠都跟一特有一個非常密切的合作 那其實我們知道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消息 就是余董您是這個圍棋舞端的一個高手 那就我所知這個以前的這個戲品 這個風色大廠文博 也是對於圍棋非常的熱號 這個我想請教一下余董 這個跟您創業啊 或者是在後續的工作當中 圍棋扮演一個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圍棋這個東西其實它很深入的這個東西 我講一個為什麼會這麼深入 在我在讀大學的時候 那我以前的大學基本上 它的圍棋色是導射的 那我那時候就是 二話不說就是把它附射 也沒有任何的職業 你就可以知道其實我對它是蠻熱情的 它肯定是這個世界上最複雜的遊戲 因為它的變化真的是 可能自古以來沒有人 絕對沒有兩個人架得起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說對我來講的話 我在那時候在大學的時候就 有這樣的一個怎麼講就是熱情 這樣熱情 然後覺得它也不用花錢 然後當時也沒有想太多 是要特別去鍛鍊腦筋 我講一個例子 以前不是有講說那個 關公 關公就是什麼各股療傷下棋對不對 這是我覺得這是真的 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 假設你有吃飯 通常都是吃第一口而已 因為你看到那個便當 你會吃那一鐵口你就忘記了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你也忘記上廁所了 就是你會整個沉浸在這裡面 這件事情有什麼好處你知道嗎 對我們平常就是 比如說有工作壓力 或者是日常的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很快就會 又會想到公司的一些事情了 不管是好或不好 甚至會講一些那個東西 可是當你騎下去的時候你就忘記了 瞬間就忘記了 然後是這樣 然後因為它很複雜 然後它是人跟人之間的鬥志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東西 就是在這裡面可以營用到 甚至商場上的一些東西 所以說那時候其實在 AI那時候Google Albago 對 就是它其實那時候出來的時候 其實對我來講 因為我是在這個領域 算有一定的那個 有拿到這個 武斷的證書 所以我對它是 也是覺得很好奇的 就是說 它這個東西 怎麼可能 剛剛講的那個變化 多到不行 到後來那 它跟那個什麼柯傑 什麼東西 反正在網路上下 然後就是無敵手 然後都已經變成全世界第一 然後 全世界最厲害的人 跟它下都下不贏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夢瞞一醒說 這個AI可能真的改變世界了 它怎麼可能算得那麼快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那麼精準 我是覺得不可思議 所以那時候我還曾經 弄一個 弄一個組一個AI公司 然後要 真的真的就是 想說我來這邊 有沒有什麼機會點這樣 我也搞了兩三年 我其實就也有一些感覺 就是有一些感覺 就是說那個 真的是不一樣 這個余董您提到說 這個AI 那因為之前 您剛剛提到說 這個超級電腦打敗我們這個 圍棋人類的世界觀念 AI的那個我們 對我很大的震撼 是 這兩年特別是上個禮拜 這個全台灣可以說是為AI 為之瘋狂 就是不管是這種 國際級的CEO 或者很多國際的這個晶片大廠 或者是半導體 甚至是這個下游組裝廠 他們都非常的興奮 看到一個這個 可能是10年或20年來的一個趨勢 我想請教一下余董 今年是這個儀特創業的第三十中 對 那未來儀特在這個AI世代下面 這個未來的展望 10年的展望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可以 我先講一下 其實我曾經在一些場合裡面 曾經人家問我是在可能應該是一兩年前吧 那時候還沒有那麼熱的時候 有人就問我 也是媒體問我說對AI的看法 所以我其實是很直接跟他講就是 我說這是硬吸球 硬吸球是一定會必須要的 我們現在子公司的這個 裡面現在在代工的內容 全部幾乎90%都是AI世代 其實我們在做那個子公司的移境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時候是看到一個機會 就是說 這個東西它有一個好處 它可以幫人家節省能力 節能的概念 就是那有些顏見有沒有 它其實是做一些電影管理 可是有沒有人去想過說 我如果用一些簡單的零件 我就可以把它的能就是節能 但效能效力一樣 你可能也讓這個晶片的運作更順暢 然後你可以達到一個 我們講節能的一樣一個效果 那我們當時在做的時候 我只是想到節能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是子公司來講就是 從這邊切入一個某一個零件 然後開始做那邊的經驗的一個代工 然後我們堅持走全世界最 最等級最高的一個level 我們現在只是AI server 再來什麼AI PC AI手機等等之類的東西 那都需要這些電影管理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這樣的一個需求 某些量都會長出來 回到說我們剛剛講 我們可靠度是全世界第一 我估計應該是第一的 那我們本身來講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 因為我們也在這個國際大廠 庫國神山旁邊嘛 然後就是也跟這個國際大廠 也就是都持續的 他們一直要往這個方向走 那他們需要更多的 在這方面的這樣的品質的把握 跟在這方面來講 尤其當他們的耗熱 就是要驗證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會發現到很多問題產生 那你如何你在整個配套來講的時候 能夠讓它可以是順利的 所以順利我們先不講說 能不能節省電 就是讓客人的這個驗證 能夠高瓦數的情況之下 都能夠順利的這樣把它驗證的出來 那這對客人來講是很重要的事情 當然我們剛剛講現在的AI熱 那從母公司來講 因為我們是走驗證的 所以我們就會不斷的 因為這樣來客製化一些 一些solution給客人 所以我們一直是跟著現在潮流在走 就是現在來講就是說 好 既然這個東西熱 然後這些客人也大 然後他們的demand也很明確 然後我們當然就是要趁這個機會 把整個AI的驗證的solution 做到盡量的完整 像我們公司提供的服務都是24小時的 所以相對於這個 在國外來講有時候都是 可能5點 6點就打烊了 或者是晚上要不要做 我們台灣其實都更有競爭力 更火幹事幹的這樣 因為隨著每個時代的演進的時候 當這種高速的訊號來的時候 你高速訊號的驗證 我們是不是能夠有solution 讓客人覺得就是 好吧那這些驗證的事情 都是交給你的 以前在講說 在更早期的時候 曾經有就是手機的那個連帶 大家覺得手機連帶來了 然後更早期的PC PC連帶來 大家一定要在這邊分出一個生活出來 然後再來手機出來 一定要手機在那邊分出一個生活 再來是網路 那現在大家都認為是AI的時代來了 大家都是 不能再錯過了 因為下一個東西是什麼 不清楚 但是知道說它是蠻有用的東西 AI非常明確 非常有用的東西 宜特就是站在這個 AI的浪潮的一個 可以說是浪艦之上 然後跟許多的這個工業 一起往前推進 我想請教一下余動 在現在這樣子的一個科技 澎波發展一個趨勢之下 假設 這個未來的科技非常的發達 余動您回到了過去 您覺得您會對過去25歲的自己 你會有什麼話想要跟他說 25歲的時候 我跟你講 其實我跟大家都一樣 也是茫茫然 我知道你25歲 25歲的時候 在大學的時候 更早一點大學的時候 問老師說 我是無理系的 他說無理系問他能夠做什麼 他說 你就好好讀書 書讀多一點以後你就可以當老師 可是我又不太會讀書 書讀的不是太好 所以 其實在工業的時候 他給我兩次機會去在職經修 算對我很領義這樣子 我還是沒有考上 因為想說 一定要考國立 就是頂尖的大學這樣 然後就想說 剛好也因為這樣 老天爺就是 又開了一扇門出來 覺得說 我覺得我應該更適合做生意 所以說如果是回到過去的話 我當然一定是 我會覺得我這個選擇是對的 是對的 只是在當下那時候是 稍微有一點驚險 因為那時候其實沒那麼多錢 只要有先起個頭 你有頭就有機會 只要有一個方向的前進 對 一開始的方向一定要對 我要覺得是說 其實現在的 年輕人其實應該是說 常常有人在講是說 哎呀現在的機會都是被什麼 某某大勞 或是某某很知名的企業 什麼什麼就是做完了 可是我這邊要講一句話 對年輕的小朋友們講 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現在機會是更多 是多到 以前沒有網路沒有顧過什麼 這種東西 現在是多到是 你可能同時有 1000個機會 甚至幾萬個機會 不好意思 你知道要選擇哪一個嗎 現在25歲你跟他講說 我跟他們講說 永遠不要放棄 其實機會實在太多了 但是你可能要去 多研究一下說 你對生意的敏感度 是吧 然後你要能夠知道說 成功的因子是什麼 可能是 因為生意更複雜了 所以可能就是要找到 對的partner 然後找到適合的利基 所以有些人 找到最高的地方 等到負責 找到負責 或被釘責